太太剛剛細小, 屍骨眉寒 做爸爸的已經急不及待 說要再滅真愛 媽媽一死後, 家裡就變天了 我爸爸就開始變了 小三突然空降入屋 親女即時表態反對 事後要背負起叛逆老父的罪名 我其實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要為一個外面的女人 弄得整個家都散開了 親父被指侵吞亡妻遺產之餘 他還拒絕歸還600萬欠債給女兒 我很希望可以拿回我的錢 跟我自己兩個女兒好好生活下去 我爸爸經常說 我還沒死, 你想分身家 拿我的錢 我不是拿你的錢 我真的想拿回我自己的錢 很多朋友跟我說苦毒不吃宜 我現在不相信這句話 做爸爸的為了一個女人 和自己的前世情人反目承受 更加被指侵吞亡妻遺產 爭親女兒600萬不肯還 究竟種種指控是真還是假呢 我們聯絡到吳爸爸回應有關問題 她經常說我 因為我有一個女人 媽媽死了, 我有一個女人 那個女人就想賺我們的錢 就… 完全不是 這個女人的話 我認識她也不錯 也不是這麼多時間 十二八十二 但是從來都沒有搞我家的問題 但是看她死了之後 當然我要找個盤, 大哥 對不對 而被指小三的女人 原來她和吳爸爸的相識 並非偶然 她是做股票的 後來我以前幫她這麼久 一起做生意, 也不做股票 幫我買吧… 一個男人做生意 一個女孩子很敢說不出奇 晚上都在我自己的家 我都沒有跟她一起住 她仰望我做生意也不一定 因為我有很多女朋友 你老婆生前 知不知道有這個女人的存在嗎 我不知道 知道嗎?應該不知道 她知道有很多女孩子 做生意根本就有女人 我去爺種, 去花肥也有 有人說一段緣分的終結 代表另一段緣分的開始 不過一段天賜良緣 親女企圖橫家阻止 吳爸爸就說, 關你什麼事? 我們出來做生意 很多都是女朋友 有什麼關係呢? 然後我太太離開了 大家找一個盤, 我就找一個盤 以為我還有一些身家 將來都可以安心 甚至七十幾歲 我十年八歲 再見的話 我都要做生意 當時我跟她結婚 就是因為我老婆過世 我女兒就反對 反對是… 很多時候父母夫妻兩個人的事 子女根本不清楚 她要加用加醋 我都不知道怎麼搞 因為她不是我老婆 她是我女兒 至於侵吞太太遺產 吳爸爸就說, 沒這種事 她媽媽那份事 她是12% 她的兒子是12% 她的兒子都給她 叫她怎樣去賣 她賣的時間 她可以跟別人的地產公司 不讓人進來 又是我想賣低一點 是否你已經說得通 最後, 吳爸爸說 有句話要跟女兒說 現在你爸爸一九一離婚手續 因為他不喜歡 但我也沒錢 這女兒我只要叫她離開 所以別跟我 問題來說, 我女兒肯不肯相信 父女有爭執, 最好是大家見面 不可以談得好 這天我們跟吳小姐 去公司找吳爸爸 但這間公司好像很久沒人上班 見不到面, 唯有談電話吧 想和你談談, 你那裡六百萬 我想拿回 我哪有錢呢 我要破產 但是你銀行月結單那裡 去年還說你有一千六萬 進了你的戶口 再之前還有幾千萬 一年 你明明有錢 但你又申請破產 你明明有錢 你的銀行也寫著是有錢的 但你又不停在說你自己沒有 那些訊息是清楚看到 有幾千萬進入了你的戶口 你看真點 訊息沒有假的, 爸爸 你看真點, 切來切去的數 你一開始媽媽死了的時候 你已經開始不停說謊了 媽媽的那間屋裡 遺產你已經拿了 你口沒有開聲, 全都偷去了 然後又為那個女人 又要逼我們搬 然後還要出律師信 逼我們搬 突然間你說我沒有錢 那頭才想把女人塞進來 在家裡住 那頭就忽然說我沒有錢 現在又要去銀行逼我搬 你要我搬, 你也要給我一些錢 但是你完全不肯給我 我還有兩個女兒要養 你也不用管我們生死 然後你把錢怎樣 將它搬走了 你搬去外國海外銀行戶口 然後香港申請破產 就不用還錢了 然後你要搞那些甚麼官司那些東西 你就順便申請法援 我們這樣就變成騙政府 吳先生, 不好意思 我們是東張西望那邊的 因為你的女兒就報了我們那邊 我們也想了解你現在的經濟情況 是否有困難 你已經在做破產情節了 因為他說你認識了這個女兒之後 你就性情大變 原本對孫女很好 他說現在孫女都覺得 為何公公變了, 他們很傷心 你不要聽她一面之前 我當然是我的兒子 也很了解 你有沒有想過方法 怎樣解決你的家庭問題 或者這個… 解決… 解決就是跟她說 我聽她說我說話, 很有錢 其實她被人騙, 人家在騙她 至於她欠吳小姐的六百萬 吳爸爸就有這樣的解釋 她現在最嫌微之急 就是因為你那裡沒錢還 銀行那邊就要拿回房子 你聽我說… 那你那裡怎樣幫她解決 你聽我說, 我還是沒有 換句話說, 她又不相信 但是我這個時候有B.A. B.A.銀行都拿了 然後我的親戶都拿了 所有東西都沒有 那我想問呢 我現在是會計師 和我接近的稅 已經搞了好像半年了 我想問, 你有沒有借過她六百萬 沒有, 沒有, 她是用來投資分 現在所有公司都是她做老闆的 那我找她聽筆 就通過我這裡一起 因為我扔了五千多萬 她扔了五百萬 一次過就給我試口 我就再交給她 其實全部都是公司的 就是你不承認向她借過六百萬 當然不承認 我才會跟她接近 跟你說 你把她放在你那裡 我就打算相信爸爸 是嗎? 爸爸也不會欺負你 就每個月你都有給我利息 現在你變了賴賬 賴賬是說別人偷了 現在是你偷了媽媽的遺產 還搶了我的錢也不想還 你不要煉賬 但她也有證據 你是有錢在那裡 而是你將她移動了 不知道去哪裡 接著再申請破產 現在是你 完全是 你不可能的事 然後不停說 你真是氣精來的 爸爸 甚麼氣精 你不要煉賬 你真是氣精 我養了你四十幾年來 你這樣教我 原來就是幾十年來 都很喜歡演戲 原來 從頭到尾 害得我最深的那個是你 你不要煉賬 你自己記起媽媽死後 這三年半 你是怎樣對我們 你自己記起 我想你現在的良心都沒有了 已經埋沒了 現在就是女人 我慘了你 你現在只是女人 女人嘛 是吧 大話多少 之後認識 你跟了這個 十幾年 全街的人都見過 朋友、親戚之後 每個人都告訴我 你就是去說大話 去找人去叫我搬 找隔離屋 找親戚、舅父 你也很容易看 他們每個人都不想幫你 每個人看見你都反白眼 爸爸 每個人都看不慣 你這麼多年來 怎麼對媽媽 在外面滾 你真是還好意思說這些 我真是覺得 你這個老闆的爸爸 真是越來越噁心 剛才你爸爸堅稱 沒有向你借過六百萬 他說那六百萬 是財務公司借的 而且財務公司的持牌人是你的 你怎麼解釋 是呀 他剛才是這麼說的 財務公司我是持牌人 公司是我的名字 所以這件事 他就說得很不合理 這間公司是我的 我要借錢入公司的話 我是否應該直接入公司 我為什麼會把這些錢 借到他銀行戶口 然後這麼勞私動眾 由他銀行再轉入公司 就是因為我從頭到尾 都不是借入公司 我是借給他 他沒有一句是說真話 他自己做錯的事 你看他避免了全部不提 說媽媽死了之後遺產 他提也不會提 說那個女人那裡 他也馬上閘了不提 你看他是有心去避免那個事實 另一邊相 會不會對爸爸其實心死 我一早心死了 我都沒有辦法 可能要問朋友借錢 去找地方搬 我都暫時真的很迷惱 不知可以怎樣